嗨,我是missabacus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channel 因为我在南家,所以大家知道美国的疫情非常严重 所以三月初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课都停止了 然后大家开始working from home, right? 然后大概四月初的时候,就是我一个parent就text我说 老师能不能开online课啊,不然小朋友都没事干,或是都快忘记了 那我就想说,好吧,想想看,试试看 然后就从四月初就开始上了online课 那一上下来,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那加上呢,我本身因为FB我也参加了很多妈妈的团 所以有时候看到很多parents都很panic 因为实在太久了,已经三个多月了 然后大家也想说暑假要跟小孩子安排什么活动啊 然后,呃,就是大家都很辛苦啦 那我就想说,那我问了几个学生 那学生也觉得说,诶,老师这个idea不错 那我说,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帮到一些人 他们也觉得很support 所以我就,好,决定就来开这个abacus课 那首先很多人可能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abacus 那abacus的话就是算盘 那这个是大的,那当然我上课用会用这个大算盘 到时候当然你们用的是小算盘,等下会会秀你们 那学这个珠心算有什么好处呢? 那首先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珠心算 珠心算的话就是先从珠算 然后再进化到心算 那珠算的话当然就是用算盘 那你打,用算盘来做所有的计算 加点乘除 那等你做熟的时候呢 你就必须转化到你的脑袋里头 所以你看到的是珠子的影像 在做这些加点乘除 那这叫珠心算 那早期可能很多人会打算盘 那不一定会做心算 那我们就会从珠算 慢慢一步一步的教你到心算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 有关学珠心算有什么好处 因为很多人想说,做计算机啊,我干嘛学这个啊 没错 不学也不会怎么样 可是学了呢 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有好多好处 第一个 当然它可以提升你的计算能力 那再来就是可以培养你的耐心跟注意力 因为我们会从很简单的数字 然后越做,数字越大 还有从很短的number 越做越多 所以对小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工具 可以让小孩子更有耐心 慢慢的练习 练习再练习 然后可以更专心 因为你做心算的时候 你从珠算转到心算的时候 你必须很专心 不然你看不到你的那个珠子在你脑袋里头 所以这个对注意力是有绝大的帮助 再来就是脑力的开发 因为我们知道人脑有左边跟右边 一般我们都是用左脑在做事情 思考什么的 可是如果你用到右脑的时候 就是跟一些影像 或是创造力有关系的东西 就是在右脑 所以我们珠算到心算的时候 你就会有机会用到这两边的function 所以对小孩子大脑的开发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对小孩子自信性的建立也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常常 我是有几个学生是这个状况 就是说他数学 在学校就是上开始就是数学一课比较好 然后后面呢 渐渐的他有自信性以后呢 他其他课也慢慢的跟着一些进步 所以多多少少对小孩子有帮助 那综合以上几种优点 我觉得真的就足够 你们来试试看这一堂课 那接下来你会说 那我们要上这一堂课的话 几岁可以开始上呢 我是Opengate All the ages 所以这人都可以来上 为什么 小孩子上 小小孩上最好了吧 大概四五岁五六岁 你少会念Number 那我就会一步一步的教你 然后家长上更好了 因为小小孩有时候坐不住 然后家长上理解快嘛 你家长学好了再教自己的小孩 这也是不错的方式 再来就是老人家 那老人家上那当然是更好 因为他可以活化他的大脑 很多 我看很多文章都有提到 你看 防湿制有PEPPO 株心算活化脑力 这个就在嘉义的那个卫生局 他们就会开这种老人的这个 这个株心算班 让他们可以做一些 株心算 然后增加生活技术能力 活化脑力 及记忆力 预防湿制症发生 所以我的课我欢迎各个年纪很多来学 那怎么学呢 因为原则上我英文在美国嘛 那我也想帮助这个疫情中的家长跟小孩 所以我的课原则上 我们会以英文来上 那因为都是数字 所以我想如果是只听得懂中文的小朋友 也应该不难 因为这座数字 那当然有时候我可能会mix 中文跟英文一起讲 那主要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听得懂 这是我最大的目标跟目的 那希望大家也给我建议 所以如果我们的课 你们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 或说你觉得怎么样可能会更好 大家更容易了解的话 欢迎你留在留言让我知道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怎么上 那我原则上会把 今天上的东西或是 功课我会放在那个描述栏下面 就是description那边 我会有个link在那边 然后你们就进去 然后就把它印了 就像我今天这个flyer啊 然后还有譬如说 如果还有小朋友不知道怎么写数字的话 我会附上一张这个数字的练习 那你们把它印出来 就可以练习写这些数字 那每一堂课我都会有功课 那我会放在那个screen下面 那麻烦你把它印出来 这我们大概我上课的方式会这样 然后下一堂课呢 我会稍微把上一堂课的homework呢 go over一下 或许没有那么多时间媒体都做 但是我们尽量 所以如果家长没有陪上的人 那小孩子自己做完 也可以等来上我的课 我帮他们订证 那如果家长能上那是最好 我觉得这个会有那个事半功倍之效 那接下来就是 你们要准备什么啊 就是算盘啦 那不用这么大啦 这个 或是这个 这个是13档 事实上它是档数一样 只是一个是小小孩 一个是老人家用的 然后呢 这是17档 这17档 一般我都是建议用这个17档 因为这样可以用一阵子 这位数比较长 那如果更传统的 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用这种 23档 然后这个有清盘 当然你看这个是木头的质料 这非常好的material 这是日本的 所以当然这也是贵了一点 那你们可以上网去购买 那我只有 我这三样都是 这三个大的 这三个大的我都是 我都是从台湾带回来的 那这个 这是日本制的 当然贵一点 这大概要80到100吧 那这两个可能 大概要 也要20块上下的美金 那如果小小孩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Daiso买这个 这只有三块钱 去年才卖两块 现在卖三块 那不是每一家Daiso都有 所以你们可能打个电话去问问看 然后再去购买 那Amazon上面它有各式各样的 你们只要找到上面一个珠子 下面四个珠子的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你们唯一要准备的东西 那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然后呢 如果觉得影片还不错 帮老师按个赞 然后呢 记得要订阅 订阅就是在下面要订阅 然后旁边不是订阅完才会有个小铃铛 你把它按开了以后呢 下次我有新的影片 他马上会通知你 好 谢谢 今天就上到这里了 下次见